台东路野乡往瑞源村的三叉路口附近 2号晚间7点多发生了严重的死亡车祸 一辆盐瓶箱资源回收车在停等红灯时 遭后方载着怪手的拖板车追撞 其中拖板车上的男驾驶伤重不治 而回收车上三名人员也挂彩送医 整体车祸事故详细造势原因有待警方来调查理清 昨日晚间7点多左右 台东路野乡中华路上发生一起严重的车祸事故 据了解当时一辆盐瓶箱所属的回收车 正在执行勤务准备前往阮山部落收取垃圾 在停等红灯灯时被一辆载着怪手的拖板车从后方追撞 而拖板车的驾驶则是受困车内 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警消人员获报到场后急忙利用器具破坏车体将人救出 而回收车上的三人也纷纷挂彩送医 议员古志诚也到场进行关心 去目击的所述应该是停红绿灯从后面追撞 从后面追撞整个这样撞上来 对对对 车上有几个人在情况怎么样 车上撞四个好像就一个 然后清洁灯应该是三个 你们等红绿灯它就撞上来这样子 对 它都没有煞车的声音吗 没有听到煞车的声音 没有紧急煞车 没有 该名托板车的驾驶在送医后仍是伤众不治 整体车祸事故共造成了一人死亡 三人受伤 至于是否是因为大雨造成视线不佳 又或是因为未注意前方车况所致 详细的车祸原因则有在警方做进一步的调查厘清 记者陈吉林录也相报导